今天咱们就说说那些让你攒不住钱的八个坏习惯 一、不做预算 不弄个预算 你就容易稀里糊涂地把钱花光 想攒钱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有了预算 你就知道一个月挣多少 花多少 哪能省哪该花 这样慢慢就能多存点 其实做预算也不麻烦 可以从每天出门只带点零花钱做起 或者用信封法 就是把钱分成几份 放在不同的信封里 每个信封装的钱都有特定的用途 比如交水电费 买菜啥的 现在还有些APP能帮你自动记账 每天瞅一眼 看看哪抄支了 及时调整 每个月记记账 定个预算 这是存钱的好办法 这样你能清楚自己的钱都飞哪去了 二、老爱刷信用卡 如果你不能保证 每个月都把信用卡的账单全还清 那用信用卡简直就是给自己挖坑 尤其是当你用它来享受超出你实际承受能力的生活时 你刷的每一块钱到最后都要用几块钱的利息来还 要是你老是还不了全款 那这账可能会拖上好几年 多花几千块不说 买的啥可能都忘了 这就得不偿失了 用信用卡风险挺大的 最好的办法还是每个月能全额还款 但因为信用卡的额度一般比你实际花的钱多得多 所以很容易就刷超了 结果发现欠了一屁雇债 这就成了个死循环 你不停地刷 月底还不上 只能滚到下个月 没还清的部分利息越来越高 再加上还不知道啥时候能还清的压力 真是头疼 那怎么才能一边还信用卡 一边还能存点钱呢 既要雇着还债 又得控制住只花自己兜里的钱 这事确实挺难 但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三、冲动购物 这指的是在没计划的情况下买东西 往往是因为当时的情绪冲动 商家和销售人员对此很清楚 所以你总能在收银台附近看到一堆小玩意儿 像是零食啊 杂志啊 等着你顺手牵羊 这些人知道 你在排队结账的时候最容易心动 想着反正就一点点钱买点吧 喜欢冲动购物的人 常常是怕错过任何促销活动 看到喜欢的东西 不管需不需要 也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 就直接下手了 你得学会控制这种冲动 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 比如你在结账时 手已经伸下那根巧克力棒了 这时候就得停一下 问问自己 我身上真有多余的钱吗 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 这么一想 说不定你就能意识到 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非买不可 四、找各种借口 有时候你存不下钱 可能真的是因为态度不对 给自己找理由很容易 但这其实就是你达到财务自由路上的心理障碍 试着调整你对金钱重要性的看法 专注于那些真正有助于你实现目标的事情 如果你能克服自己编出来的那些借口 存钱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未退休或者其他长期目标存钱确实不容易 但你得保持自律 充满动力去做这件事 不过首先你得把这些自己编的借口扔掉 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找借口 但越早停止这种行为 就越早能开始存钱 毕竟你的未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常见的借口 提醒自己别再犯了 比如说我现在买不起 以后有的是机会存钱 退休后有社保 我会继承财产 等市场好转了再投资 等孩子长大独立了再存钱 诸如此类的借口 很多人都会找 虽然花钱一时爽 但从长远来看 学会存钱才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 表面上看 存钱难是因为有很多必要的开销 比如房租 房贷 生活用品等 但实际上 有时候 是你平时的习惯和态度 挡住了你存钱的道路 五 不愿意削减开支 当钱不够用的时候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换个工作 或是找份兼职来增加收入 这思路没错 但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 不是你挣多少 而是你花了多少 如果你不愿意通过减少开销 来增加储蓄 那你的存款恐怕很难有起色 所以要想存下钱 就得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控制一下支出 那具体怎么做呢 其实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助你削减开支 首先 你可以做一个缩减预算的计划 并且坚持执行 比如减少水电煤气的使用 考虑租住更便宜的房子 尽量在家做饭 取消不必要的订阅服务 只用现金消费 另外 别老盯着促销活动 转而使用普通品牌的产品 或者自己动手做一些 本来会花钱请人做的事 别把这事想得太复杂 早点开始行动 你会发现省下的钱 比想象中多得多 六 买东西图方便 偶尔为了省事 买点东西没问题 特别是在赶时间的时候 这也算是个无奈之举 图方便买东西 是个简单快捷的办法 但如果变成习惯了 总有一天 你会为这份便捷买单 比如 要是不想天天吃快餐 你可以一次性准备 一周的基础食材 提前做好饭菜 只要早上早起几分钟 自己冲杯咖啡 就不必在上班路上 花大价钱买饮品 自己多动动手 其实能省下不少钱 七 没有准备 生活中总有预料之外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开销 你存下来的钱 往往就是要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 除了日常储蓄外 建立一个应急基金非常重要 这样在紧急情况下 能帮上大忙 哪怕是一点点钱 在急需时也会起到作用 但最好是能储备够你三到九个月生活费用的应急金 这样即使遇到意外情况 也不至于陷入债务危机 虽然你还可能急着想还清现有的债务 但建立应急储蓄同样重要 哪怕存的不多 也好过完全没有准备 一旦意外发生 如果没有积蓄 你可能只能依赖高息信用卡或借贷来应付 这只会让你的债务越积越多 情况变得更糟 因此 储备至少六个月的生活费 作为应急基金是个明智的选择 但如果目前有债务或经济紧张 实现起来有难度 那就先存够三个月的开支吧 有一点总比没有强 等你逐渐减少了债务 就可以继续努力增加储蓄了 八 债务过高 如果你的债务吞噬了你所有的储蓄能力 那你可能会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在建立了合理的应急基金之后 接下来就应该尽快处理你的债务问题 不管是选择先还清利率最高的贷款 还是先解决最小的贷款 关键是要坚持还清所有的债务 你越早摆脱债务 就能越快有更多的钱来实现储蓄目标 重点是 你的个人债务偿还策略 应该根据你的债务类型来定制 不论你欠的是什么类型的债务 通常有两种常见的还款策略 滚雪球法和雪崩法 这两种方法最终都能帮助你摆脱负债 只是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滚雪球法 是按照债务总额从小到大排列 先还清最小额的债务 然后再逐步还清较大的债务 这种方法更注重偿还债务时 带来的心理收益 很多人发现 先还清小额债务 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有助于缓解债务带来的精神压力 而雪崩法则按照利率从高到低排列债务 优先还清那些利率最高的债务 同时继续支付其他贷款的最低还款额 如果你除了学生贷款或其他类型的贷款外 还有信用卡债务 那么这种方法尤其有效 因为信用卡账户的利率通常较高 无论你选择哪种策略 每个月至少要支付最低还款额 一个小技巧是 将意外之财用于偿还债务 比如年终奖或生日礼物的钱 当你在生活中节省了一些开支 或者是每月预算有剩余时 也应该把这些钱用来还债 其实财富越多 要处理的事情就越多 投资能赚钱 但也会占据你的心思 压力就会变大 富人有商业帝国 决策错了会影响很多人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 这也是商界人士老得快 喜欢保养品的原因 那么你有这上面的哪种习惯呢 还是财务之路走得一帆风顺呢